楊岳橋先生 腐惑沒有其中一方 是忙顧、失蹤 那唯一留下留力的小朋友怎麼辦呢? 其實這件事我們了解到社署 是並沒有盡他的責任去照顧這班小朋友的 我們公民黨的前線是的確收到這方面的求助 但是我們得到的回覆是外幕能助 這方面我們認為是極度不足的 正正因為這一點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件事 能夠將現在每一天單程證剩餘的數字 能夠著情地針對這些特殊的個案 是可以考慮批給這班小朋友的父或者母 讓他們是能夠得到一個適當的照顧 在這個場合我們也想再說一句 社署在接獲這方面的求助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竟然要求那些小朋友 不如入股意願的 如果這樣是我們香港政府的一個態度的話 我相信這個往稱為一個國際都會的一個政府 另外一點是針對貧窮和少數族的兒童 先講一講貧窮的小朋友 我們留意到其實現在 香港越來越 連教育都有一個嚴重的貧富懸殊 那些窮的小朋友 他們得到教育的機會是越來越低的 如果我們再放眼十年二十年後 這個情況繼續惡化下去的話 我相信如果香港政府聲稱要提高我們的競爭力的話 這方面是絕對做不到 另外有一樣就是針對少數族裔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社會少數族裔的兒童是越來越多的 但是他們面臨最大的社會流動困難就是中文 香港政府究竟有沒有就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有一個官方的立場呢? 這一點我們看不到的 而這一點也都是一個極度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正面回應剛才公民黨提出的三點 就這一點能夠協助有需要的人 坐擁龐大的盈餘而什麼都不做的話 我相信絕對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 發言完畢,多謝主席